今天是第三次上课 我们总共有十次课程 上个礼拜的重点 我们是在有关逻辑判断部分 多重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非常的重要 请务必要记守 逻辑例是if 后面是一个条件 如果你有两个条件 就用and或of 后面记得要加冒号 做什么事情 你就一个一个的把它往下摆 如果你有多重的话 就是在if跟else的中间 再加入那个lif 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第四个条件 这种写法都还蛮固定的 也就是以后 不论你是在处理什么样的资料 一定都会遇到类似逻辑 当然如果假设你会怕写不好 我是建议你可以找一个范本吧 反正以后就照范本 改一下数据 总应该OK吧 前提就是不要写错 OK 那这样程式应该OK 然后再来的话有关什么 那个format的部分 format非常非常重要 未来很多程式 当然你可以不用format的方式写 但是也可以用format的方式写的好处 就是说它可以让格式跟资料是分开的 前面是格式 后面是资料 有没有 那如果你用传统方式是一下资料一下转型 有没有 可能你要数字的话 变成你要加STR转型 那如果你要反正就是转来转去 相对是复杂的 但是用format的话 好处就是可以让那个格式跟资料是分开的 有没有 先给它一个格式 然后后面点format刮符 那前面有几个大刮符 你后面就提供几个变数 大概熟悉它 因为这个format的方法 未来很多地方都会用到 那再来的话 还有关什么呢 for回圈 所以上个礼拜的重点 我们讲了一个for回圈的加总 有没有 比如说我要1加到99 那我需要一个 for回圈通常是一个范围 所以通常我们也必须要给它一个清单 那清单的产生 当然在isro里面是向下拉就可以了 它是从1到99 但是在python里面 我们需要透过一个函数叫range 这个range的话 你就给开头 然后逗点 不是结束 结束的后一个 结束的后一个 比如说1到99的话 那就1逗点100 OK 就是结束的那个下一个数字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奇数偶数分别加总 那我有用两个方法 一个是用逻辑判断 如果能够被二整除的话 那是偶数 如果不行 余数为1的话 那就奇数 有没有 那我们可以在回圈里面 加上一个逻辑判断 OK有没有 所以这种回圈里面加逻辑判断 会蛮常出现的 或者方法二就是说 你可以在range的这个函数后面 多加一个参数 1逗点100 然后再逗点加一个2就可以了 那个2的部分的话就是一个step 就是间隔2的意思 那再来还有有关99乘法表 后回圈的话 假如我们要输出是两乘式的 也就是说先输出列 第一列 然后再输出1到9列的话 那我们可以先for trade 外面再包一个for i 乘式不多 总共四行 但是一行都不能写错 最后的话 当然可以再配有一个format 把它格式化 那输出那个99乘法表 相对就简单了 所以上个礼拜的那个程式 总共就这么多 有没有 先for trade 我们是先把那个for trade先写出来 1到10 1到10 就1到9 那print的话呢 就是 当然我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用format来做 我后面切一下 那format的话就是前面是它的格式 逗点后面的话就是它 要给的资料 所以你会发现前面格式 有没有 就是双一号 这就格式 那格式怎么样 我将来就是有点像一个样板 那我这个样板里面的话 总共会有三个数字会改变的 第一个数字给第一个大瓜葫 乘上第二个 这应该是被乘式吧 被乘数 然后乘数 然后相乘的乘七 有没有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i放在这个前面 这等于是得到它的那个 其实就是前面的列 那J的话就得到后面这个 i乘J的成绩 相乘的结果 有没有 然后这样的话一个 然后后面记得用个tab tab的话就是 它等于换一个缩牌 OK 然后一个 两个 三个 那当然最后的话呢 不要让它printer会换行 所以不要让它换行 变成垂直的话 变横向 那当然这个地方我就加一个end等于空的 那这个产生一列之后的话 那我再把其他列 一到九列 分别产生 那一样 for i 等于1 豆点10 就产一到九 然后呢 就一到九列呢 把它输出 那最后每一列 每一列 这个低列跑完 要换行 那你可以加一个printer 让它换行 那所以输出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如果假设把它输出的话 不过拉过来一点 因为这个宽度怕不够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就可以低列 那这个第一列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先什么 先跑i i的话呢 等于是这个 这个值它是从1开始嘛 那1放哪里 放前面这个数字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前面这个数字都1 那追是哪个数字 追是后面这个数字 1到九 有没有 那后面的话呢 每一个后面 其实都有一个tab 这个tab的话呢 反斜线 反斜线t的话 就是这个 等于是 每一个资料中间的 一个间距 当然如果你不用 反斜线t 你用豆点也可以 比如加个豆点 也可以 豆点的话 就是把它 一个分格符号 也OK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 JetMarket快速输出啊 OK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的 一些相关重点 老师请问 那个就是 主要那个printer啊 对 因为它 你换行它会自己跳嘛 对对对 没有说 对齐哪一个 是 这个printer放在这边呢 一定要对齐 4J这个 这个回圈嘛 那意思是说 我当我跑完 这一列的时候 最后再换行 所以哦 这个printer啊 它其实是放在哪里 它是放在那个最后面这里 它是 这个printer啊 其实它是放在这个 每一个啦 就是这一列 换行 就printer 然后在第二列 最后 这个再一个printer 换行 也是这个printer 如果没加的话 变成全部都串一起啦 OK 这也是对齐那个for 对对 这个位置很重要 这个 这个 缩排 在python也是程式的一部分 所以哦 如果你假设 你缩排没有做对的话 那程式也会出错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也就是说啦 这个for回圈嘛 它里面 只要是缩排的 都是在这个for回圈里面 跑的程式 所以这些都是在forI回圈的里面跑的 那这个forJ呢 它里面跑只有 其实只有跑一行 就这一行 那也就是当它跑完这些之后的话 再去换行啦 OK 大概是这样的逻辑哦 所以哦 还是把它熟悉哦 那待会的话 请各位再开一个新的文件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来撰写后面的其他程式哦 后面的话呢 那一样我们看到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 一样是第几个单元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 我们一样是结构控制 所以第二个单元 基本语法与结构控制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 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只要表程式 跟前面的相关程式都在云端白板上面 BMI啦 有没有 OK 那再来应该是第三个回圈了 回圈的话呢 那在第三个单元 所以 上个礼拜的1加到99 这边也有 那还有 这个 输出 九指数码表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要输出一个什么 输出一个三角形 那这个三角形的构成 就是我第一次输出一颗星 换航输出第二颗星 换航输出第三颗星 直到最后是三颗星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理论上的话呢 当然我们会想 第一次 跑第一次一颗 跑第二次两颗 跑第三次三颗 这里的话 其实当然你可以顺便了解一下 其实这个有一个 这个Python蛮特别的写法 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重复几个次输出的话 有点像那个 Excel里面那个REPT那个函数 repeat几次的话 那其实在那个Python里面 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写法 就是你print 比如说我几颗星 那我要几颗星 理论上当然你就是在这个 print里面输出星号 当然不是说叫你第一次出出一颗星 那如果第二次出出两颗星 那你想说我是不是在print底下在两颗星 对 第三个print两颗星 那你想说那13颗 岂不是要复制13个print吗 当然不是 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 实在是不够聪明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回圈就可以了 回圈的话基本上 第一个要用回圈 第二个的话呢 在那个什么呢 Python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写法 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输出几个 有没有 几个文字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在文字后面 加上一个称号 称号的话理论上呢 当然在那个程式里面 以前理解是相乘 那一定是数字 可是呢 在Python里面 如果我假如是在一个文字 跟一个数字中间加一个称号的话 那这个意思是要重复输出几次的意思 所以呢 如果我星号 乘上13的话 有没有 乘13 那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说我要重复输出 13个星号的意思 所以我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这边就出现13颗星了 那所以哦 如果我今天 我要输出1 第一次1颗星 第二次2颗星 第三次3颗星的话 那其实哦 我们只要在哪个数字做变化 这个就好了嘛 比如说你乘以1的话 那不就输出1颗星 那如果2的话 那变2颗星嘛 那所以呢 我需要一个什么 需要一个4 4为圈嘛 所以哦 其实很简单嘛 上面就可以 我需要1到13 那就4 以后 你只要知道说你的范围嘛 你就是4 i in range 有没有 那range就跟他讲说 我要范围是 1到13 那13的下一个是14嘛 然后记得冒号一下 那在里面做什么呢 记得哦 在它的里面做的话 记得 这个要按一个tab 就是说呢 你变成你在它的里面的话 一定要缩牌 如果你没有缩牌的话 它就不会在回圈里面去执行 因为回圈一定要在它的下一阶啦 在它的同一阶哦 它不会执行 OK 那算是它的外面 下一阶才是它里面 里面才会被执行 那我要做什么呢 其实这个执行很简单啊 你就怎么样 把它 把刚刚的称号改成i就可以了 它就是第一次一颗心 然后它会跳回去嘛 凤凰围圈其实这边 如果你看VBA VBA有个NAS NAS的意思是说跳回去的意思 可是这边没有 没有跳 没有NAS啦 所以其实你 当然你可以想象一下 它一完成之后 就换下一个 NAS 2 然后直到13 所以直行的话 你会发现 1到13颗心 就输出了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那但是呢 其实称是两行而已哦 只要理解应该就写 那如果说要做一些变化 所以比较复杂的应该是后面的变化 如果我希望把它做出颠倒 刚好是1到13嘛 那如果我现在要13到1呢 怎么做 OK 想想看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说呢 刚刚的那个 输出的时候前面没有空白 那什么空白 其实基本上就是输出类似像这样 有点像也是一个三角形 也是直角 只是原来是靠左 现在变靠右 那如果你要靠右的话 你必须要多做一些事 就是说前面 因为总组组是13个字 那如果说一颗心的话呢 那前面就是几个 12个空白 对 加一颗心 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这样 11个空白 加两颗心 因此类推 12 11 19 8 7 6 5 4 3 2 2 3 2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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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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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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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3 3 2